全明星這次出了兩隻角色 一張成卡一張紫卡 我們先從最先公布的成卡角色 Ray Allen來看 雷槍本人長這樣蠻帥的 他也是名人堂球員啦 有沒有看到 在名人堂上面做演講 獨立於四大氛圍之外 他是那個時代最好的射手 在柯瑞之前雷槍就是NBA最屌射手 也是歷史最屌射手 毫無疑問 千千君子面對的子儀 內心一定很平靜 自律大師 18年如一日的投籃姿勢 招救團教科書 他投籃真的非常扯 一般球員投出去都會有弧度 他投出去像子彈一樣直接射出去 有完2K就知道 人血殺手關鍵時刻毫不熟軟 救球隊於水深火熱之中 哎呀這個就是在說當年 救拉布朗恩的那一球嘛對不對 這就是前陣子名人賽 底角射進去 跟當年霸取傳給他那一球一樣 今天是35秒13分 麥迪時刻20週年紀念日 而15天後另外一位球隊救世組 雷亞倫也加入派對 哇靠 那這就是他的遊戲面補啦 我覺得10分 我給 7分好了 啊6分6分 原來這個額頭 跟這眉毛不太像 但眼睛下面都做得蠻像的 上面這一塊都不太像 反而比較像現意色埃迪克隊 那位五毛星秀啊 雷亞倫將在12月25號登入派對 哇聖誕節當天降臨啊 完美主義天才少年 那我是今天才知道 原來他出生在加州福尼亞空軍基地 獨特的軍營環境熏陶之下 嚴格自律品質 蠻屌的 真的是蠻屌的 你看他到現在退役那麼多年喔 他的身材都依然保持得非常好 雷亞倫常常要對位身體更強壯的成年軍人 他不僅沒有退縮 還在一次次失敗中 不斷打磨自己的球技 他系列三分能力也在此出見出行 當年雷槍算蠻帥的喔 也蠻像威爾史密斯的 什麼都像威爾史密斯 從小接觸歐洲多國本土文化 他的舉止千千有理 所以他也被稱為君子雷啦 打球那些都非常有禮貌 也不會有一些有的沒的那種垃圾小動作都不會 這邊就是他遇到教練他的故事 blah blah blah等等 雷亞倫遇上老對手 Alan Everson 兩大籃球天才強強隊伙 比賽最後時刻雷亞倫用一技技三分打出進攻小高潮 帶領球隊以一分優勢險勝喬治成大學 為康尼爾迪格大學帶來第一座大東聯盟聯賽冠軍 他就參加了1996年黃金世代NBA選秀 那一年有Alan Everson 有Kobe 各種blah blah blah 96一代啦 這邊都有寫 接著重頭戲 我們來看一下全明星如何設計他的技能吧 這就是許多人不知道 Railon在他生涯前期 飛天蹲地 公路隊時期各種暴扣 只要有空檔能進去隔扣 能飛扣能耍算他就會扣 這次許多人都不知道Railon當初前期是這樣 這個切入扣籃 應該是一鍵扣籃 但我不確定他會不會也有接球扣籃 但一定是一鍵扣籃 哇而且這個速度很快喔 自從出Jeran Brown之後 後面的Gasso這個扣籃速度也非常快 遊戲內正式上線為準 各位 這個很重要啊 遊戲都以正式符咒為準 0203賽季下圖超音速重建 現在雷霆隊前身就是超音速 希望能招來一位進攻核心 Railon剛好是他們想要培養的星星 超強 那時候他就很猛了啦 長均24.5 當時NBA還沒有什麼三分球時代送小球戰術沒有啊 都是以進去為主 還打破了上世紀著名射手 大嘴Rail G.Miller各種三分紀錄 我們在NBA2K是玩不到他的沒有版權 所以我很期待 如果之後全明星出Rail G.Miller的話 應該會很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是真的有點偏誇張啊 讓我想起麥迪2.0啊 Railon之亂是不是 Railon根本就很少會這樣打球啊 真的很少會這樣打球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設計 以我個人的想法啦 蠻奇怪的 各位可以自己上網去看他以前打球精華 你很少看到他這樣誇死Over 然後賊這樣投吧 沒想到上帝在給他開了一次玩笑 2017年超音速得到頂級天賦 KD之後就放棄了阿倫 並打包至賽迪克 組的第一年就直接奪冠 超屌 第一年就直接獲得663聯盟第一戰機 Kevin Garnett跟拉屎哥Paul Pierce 至於為何Paul Pierce我叫他拉屎哥 各位可以自己上網去查一下 再來總決賽的第四場 Railon後場接球壓時間 至最後5秒启動無視盯防強硬上籃得分 我們可以認真看一下 他是有點會這樣轉手的感覺 有沒有 會先這樣抬手這樣這樣轉 這個感覺要蓋也是要特定的角度啊 然後Railon就被稱為關鍵先生啊 心臟非常大顆 再來 來到熱火隊時期 這一球 不用多說 拯救老瞻職業生涯的一球 只是這個抓板的當年是Chris Bush 然後給低腳的Railon 很像湯普森接球瞬間後側 有踩到環干擾 但還是頂球炸進 看一下 有踩到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標靶的圖案 蠻帥的 這個就很有Railon的感覺啊 上面這個CrossOver是三小啊 他哪會這樣打球喔 OK再往下看 BAM 哇靠 蛤 92 BAM 95比95平手 這個 這不就是麥迪2.0嗎 希望全明星之後能再改進一下 這面補看了不像Railon 不然就跟韋德雕像2.01模一樣 一季關鍵三分硬是把懸崖上了熱火拉起來 也拯救老三生涯 捧起對死第三座NBA總冠軍熱火隊的 Railon回憶到 這一季三分直接改變總決賽的結果 也常被後人稱為死屍時刻 真的超級屌 當年我是在上課的時候 拿手機下課跟朋友在那邊看 偷偷上課看 看到這一球真的是炸裂屌 炸裂扯啊 真的很扯 給世人留下了2973顆三分 雖然在小球時代的狂玩下 他的三分被後背超越 就是我們的Stayvon Curry 我前幾天才給他滿圖而已啊 但有可能Railon如果之後出很屌的話 我就用強化蟲之券 然後用滿圖Railon 有可能啊不一定啊 兩屆NBA總冠軍 十屆NBA All-Star NBA名稱堂 NBA75大巨星 12月25日 Railon就要與街球們在派對裡見面啊 讓我們敬請期待吧 OK 第一位升卡全員介紹完畢啦 各位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討論 接著出的第二位就是Lopez 我完全沒想到居然會出Lopez 那他是一張紫卡 而且我對Lopez這位球員非常印象深刻 畢竟當年我們的林書豪 就是在籃王隊跟Lopez同隊啦 一場比賽林格蘭板18得分 其中四季三分 你以為他是後衛其實他是中鋒 後鋒啊 我們的Juwell and Bean 可能籃板還做的比Lopez多 因為Lopez他打球比較算是一個延伸5號衛 在NBA中Lopez就是這麼獨特的存在 作為中鋒 他不僅是籃王對死的 特的芬王和火鍋王 出乎意料的是困境之中他從有道武修煉完成了難以執行的身份轉型 成為這麼個奪冠路上高歌猛進的最佳搭檔 真的有喔 這個Lopez的面部模型就做的比瑞人還漂亮還像 有還原到 熊路中鋒Lopez將於12月25號上線排隊 跟瑞人一起出玩 有看到吧 他其實跟他地長的蠻像的 髮型不一樣而已 身材那些也蠻像的 小Lopez打球方式就屬於傳統籃籃 抓籃板蓋火鍋吃餅幫人家卡位 然後外線能力中距離身份偏爛 阿他哥就相反 只是每次我看到這種長得很像的雙胞胎啊 我都會懷疑 他們的女朋友老婆會不會搞混會不會搞錯 真的 NBA好幾對兄弟也是 Morris兄弟也是 都覺得他們會搞錯 如果我是他們老婆女朋友 真的都要靠雞雞大小才能分辨 第一位單打一個小拋勾 阿他這個怎麼拋勾得那麼遠 在髮球線這裡呢 張伯倫喔 不是 這是張伯倫是不是 而且你看他拋完後面的那個腳步 已經快接近三分線了 哇靠這個感覺有點強耶 髮球線拋頭 他的球探模板可是傳奇五貫網 是否聽當肯 接著繼續討論一下看 從第一星到冠軍的轉型人生 球隊整體水平欠佳 長年無緣季后賽 球隊缺乏競爭力 管理層連連百爛 這就是我說的 當時黑暗時期 收穫NBA最佳新秀 入選東部全明星 榮獲籃網對死登芬皇 籃網對死火鍋王 長軍20分加以上 個人數據直線上升 但卻完全沒進入肌肉賽 看一下技能 單手爆扣 怎麼那麼像拋嘎獸 超像的啊 直接單手飛扣 那個動作 是同個技能組是不是 大個子內型球員有這招 其實蠻吃香的 冠了速度很快很難被蓋 當15年勇士奪關後 他敏銳的察覺到小球時代的來臨 三分命中率從14%提升主高 在離開胡倫已經接近NBA平均後衛的水準 但說真的還是得要有 投籃的天生手感 天分才能練出來啦 不是說有練就能成功 不然你看西門斯 練成這樣老半天 這媽在家給我打電競 看一下這個技能組 接球之後 直接投 底下還有水花嗎 他外面這圈是什麼啊 只需墊腳就足以干擾 所以這沒墊腳 喔 小小跳而已耶 看這個怎麼感覺有點強 這個接球速度感覺有點猛耶 哇靠 接到球之後 哇一個橫移 他這個橫移是 用飄的是不是 一個小碎步 你不仔細看你以為他是 做滑板用飄的耶 飄浮過去耶 哇 接到 騙一下 這個好強喔 這個怎麼有點強 好像是第一個 中鋒角色可以這樣子 一個大個子角色可以這樣 東絕第五場 字母各無法出戰 但比賽開始 就朝公路一變老 登場比賽18頭14中 還送上四季大火鍋 兩個抄劫 把我要全部寫在了臉上 Lobes得分不多 但幾乎每場都能送上關鍵蓋帽 我們來看一下 強勢抓帽 快速反擊 哇靠 這感覺是大招耶 哇 卡佩拉是不是 你們仔細看他這個抓鍋 動畫好帥喔 一直有那種水花感 還是雷電感 這是卡佩拉加 歐拉9碗的抓鍋 然後還可以投外線是不是 不是我來看一下喔 是真的有點強耶 雷電感 熊路死隔50年後 奪下隊主第二冠 Lobes也證明自己 已是新時代中風的代表 然後2023年 35歲Lobes 成功奪得 常規賽專家防守第一陣 更是與妻子結束了 長達14年的愛情 與長跑正式晚婚 做得滿好的耶 頭髮這樣捲捲的 小平頭 公路隊的美食搜尋小組組長 喔 有餒 有用心餒 不知道各位對於這次新出的球員有哪些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做分享討論 也記得幫影片按讚當時 還沒訂閱持續頻道的 趕快訂閱起來 記得追蹤我的個人 IG FB粉絲專員 那我是司機孔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